您看一下 在同期比较这边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记住 如果你报这张图的时候 你一定会讲说 先解释这张表要怎么看 例如说 你就会讲说 这是1月到12月 然后每个月份的销售额统计分析 然后黄色的线是2016年 红色的线是2015年的销售额折线 那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11月的时候 什么事情 再来也可以发现 2016年高于同期很多的 像例如说3月5月6月还有8月 可以吗 大家会报告 那如果很接近 很接近的 那你可能会报告 像1月就蛮接近的 还有像例如说 这个9月 好 但整体性来看 整体性来看 我建议你们在报的时候 最好是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年其实它都是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例如2016年2016年1月1月 它开始的金额是0.17个百万 然后到了12月 它已经增加到0.5个百万 可以吗 再来去做一个视觉化报表的呈现 因为你不能说只介绍了 例如说逐步的成长 后面最好是把那个数值可以带出来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就是标一个数值在上面 就是方便你去报告这件事 至少让别人知道 这边是有很明显的差别 好